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2月5日 我現在就位於廣州市建設新村榕樹頭廣場核酸點這裡 見到這裡就貼著告示 寫著運管異常暫停採養 所謂的運管異常 就是在一支管的混合檢測者當中 其中就檢測了陽性確診者 自從廣州在11月30日有解封消息之後 在廣州市內不少核酸檢測點已經都設了 入各個場所也不再要求出示核酸陰性檢測證明 只需要有綠碼就可以進入 現在看到的這個核酸檢測點 就是在解封之前建設街的一個核酸檢測點 現在就走去建設新村的街市去看看 先看看 橫街的這些檢口全部都正常營業 但是走到新村街市這裡 就見到整個街市都被封閉了 全部都不讓進去 看看街市的對面 和以往不同 如果街市封閉了 很多檢口都會在對面賣他們的菜品 但是這次見到賣菜品的就不多 買幾隻薯仔和這裡的薯仔哥哥了解一下情況 賣薯仔哥哥就說昨晚半夜就開始封市場 又不少檢口主的菜品和物品都在裡面拿不到出來 市場封閉了之後 對面的這些肉檔生意就特別好 三間半夜那你怎樣拿些東西出來 這個薯仔你怎樣買 幾天都不知道 三個薯仔六個四 哥哥就說三間半夜封市場 他現在買的這些菜品 就是之前提前放了一部分在家裡 有先見之明 有不少檔主的食材都在市場裡拿不到出來 現在市場被人封閉了 完全都不讓人進去 擺得的食材就說 如果擺不到的食材 當主這次就真的有不少損失了 市場對面的這一檔就逼滿了人 市民就在這裡買肉買菜 其實如果去附近其他街市都可以買到菜 不過在這裡買就方便很多 今天就見到自己住附近的街市被封 雖然廣州已經解封 但是在自己住的附近 自己的身邊就發現了這種事情 作為廣州人 我們都不知道這種事情 以後在廣州算不算是常態呢? 以前建設新村的街市正常營業的時候 對面的這些商店仔生意都是一般般 但是今天街市封了 他們的生意就特別好 很多人都過來這裡買菜買肉 在橫行裡菜品就少了些 水果檔和豬肉檔的供應都算是比較充足的 在橫街超市裡的生意也非常好 除了街市封閉 其他街道和檔口的生意一切正常 至於街市要封多少天 沒有人知道 根據以往的經驗 一封最少就是三天的時間 希望我們的新村街市可以盡快解封 希望檔主的損失可以減至最小 今天的視頻 家裡附近的街市避風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在廣州生活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